歡迎大家收看逢禮不六晚的 《怪堂》 其實我打算氣氛輕鬆一點 因為上星期開始播出 《香港不思議》手記 是真實的靈異檔案 隨時會發生在你隔壁屋 甚至隔壁大廈的靈異檔案 今天的嘉賓是馬君情老師 馬老師你好 馬老師你好 今集我們說到邪鋼雙修 之前我和《怪堂》攝製隊 去到馬來西亞 經常看到的報紙 有一格格很小的廣告 就是大師用這些雙修去幫人驅邪 甚至是可以用來練 而且分了很多不同的派別 這時候也想問馬老師 其實雙修是甚麼 雙修有很多種情況 譬如有些人修道 修佛 道佛雙修 修佛法可以修蜜宗和遣宗 一起修 遣蜜雙修 是 有些宗教派別 男女共修是可以得道的 不過我個人就不贊成男女共修 其實馬老師說得比較修煉 男女雙修 其實我們看過往的新聞 也有說一些人騙女信徒 就說剝了衣服 只要男女的交合 就自然可以雙修得到 馬老師也說了 他就不贊同這種做法 今天就有少少說到 譬如有些人就想 特意用這個交合的方法 去做雙修 裡面首先要說 內容可能會引致大家不安之餘 我們剛才說了 其實我不知道 我自己或者馬老師也覺得 沒什麼可能會交合能夠雙修 老師怎麼看 佛教說得道 有很多種八萬次次的法門 如果你說贊成交合可以得道 為什麼不選擇其他的法門 因為這些可能牽涉到淫界 因為淫已經犯了界 沒錯 但怎麼會再收到呢 但有些人不停 無論是過往的 這些叫做靈異的歷史也好 什麼歷史也好 都有說到反而是男女剝衫去雙修 就像我們今天的話題一樣 就叫做邪鋼雙修 究竟怎樣去用這些叫做 騙一些人女性 去脫衫去雙修 就看看今天的 《香港不思議手記》的真實檔案 剛剛開始做《香港不思議手記》的資料收集的時候 我問過簡迅梅師傅很多有關於鬼上身的案例 其中有一個令我覺得很好奇 因為簡迅師傅說不會再救這個人 到底事主做了什麼 令到簡師傅會有這樣的決定 通常我們什麼人都救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真是心術不正 作奸犯科 有些就是裝神弄鬼 那些人我們都不會救的 那現在這一位時政就是因為我這個傷心 希望藉著這個傷心 那種功能可以臣服一些女性 所以就走火入魔 這件事發生在幾個月前的某一天 簡師傅如常地打開電郵 怎知道收到一封求救訊 我一打開電郵 原來就收到一個男性 緊急救命 那立刻看內容 內容就說懷疑自己是有鬼 也都受到很大的困擾 令到自己現在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令到自己也不能夠正常地去做 那還留了個電話給我 我看到她真的好像很緊急 於是我就主動地打電話給她 那她來到那時候 也都是一般的情況 就是說十句話 都不能夠組織到一句話 就是說組織能力很低 但是又不是受藥物的影響 精神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她不其然 她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 分多吃 分多吃 快活 新人工 快活 快活 38 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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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片段裡面看到 當事人陳先生 可以說完全失了胸 簡師傅說 比一般靈體上身的話 反應是不會那麼大 所以就用一些特別的法事 來幫她驅邪 而在法事的過程裡面 陳先生仍然不斷尖叫和嘔吐 而他所發出的聲音 就是俗稱的鬼食禮 原來我們才知道 這個不是普通的靈體 這個原來是一個被人下降頭的靈體 所謂下降頭和普通靈體的分別 就是說降頭的靈體 是經過一個降頭師 起碼有兩年的念咒 有些還餵血給他吃 兼甲是每一天都跟他念咒的 念到這個靈體是有能力的 鬼食禮就是說靈體和靈體是有交感 但是我們聽不到他說什麼 我們都是用我們的所謂師工 就用一些咒語推到他的身上 才可以做一個抗衡 或者才知道他所表達到什麼 這個古主很辛苦 為什麼會辛苦呢 因為我的徒弟 你看他的左手 就是用一個金印搭著他的頸 是因為我的徒弟 是跟他現在是念咒 就落著法 有時一直鬥法 那那個靈體 就可能會自己希望 在一些進去的地方 有些靈體可能會在陰部 口 眼耳口鼻 那個靈體是這樣進去的 那他現在呢 其實就是一直套 就是希望在那個口 就套出來 但是是不是這麼容易套到呢 就當然不是 我們曾經多次說過 靈體不是說 你給一條褲就可以搞得到 我看這個有白的靈體 就更加難一點 好 好 好 當簡師傅幫陳先生 做完驅邪法事之後 陳先生的神智就逐漸清醒 於是簡師傅 就開始查問事情的經過 始終我們都要尋根文底 為什麼會有一個 練法的靈魂 會降到身上 後來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想我幫他 他都要和盤作出 原來他是想練這個雙手 希望練到防中術 就可以控制這個女性 甚至迷惑他 以及用他的錢 那 我當初 我都盤著一個 緣份 你上來找我 可以醫治我都醫治你 但後來 在研潭間 他就和我表示 其實他這樣的想法是沒有錯的 他認為這些是很個人的事 我用回自己的能力 去做回自己的事是應該的 而我也覺得這個人好像沒有教養 一個年輕人 這麼年輕 也有不錯的學歷 有不錯的工作 為什麼要想到 用這種方法 去純復一些女性 而可以控制她 拿她的錢 我覺得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最後 我沒有救到她 聽到雙手這兩個字 立即令我對這位陳先生 覺得很反感 因為看新聞看到雙手 通常都是一些不法之徒 利用這件事來騙女人 不過原來教授師傅說 其實雙手 也不一定像我想像中一樣 雙手 基本上就是 我們道家那種氣功 就令到自己身上那種陰 和陽的氣 互相調和 而養那個精氣神 你一提江 你就會聚氣於丹田 你聚氣丹田之後 就微微屈塞 我們叫屈塞坐垮 投言頂徑 尋空拔貝 然後傷氣 就會慢慢會 跟著你鎖住的氣 慢慢會在你身上移動 其實裡面是一套 比較深的 運氣的原理 如果你是因為這套 很容易也走火入魔 所以特別是年輕人 他們用一些不好的思想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其實這樣已經很容易被鬼上身 凡事都有正反兩面 如果因為一時的歪念 和滿足感 就令原本一件好事 變成為令自己陷入萬劫不復 甚至賠賣一條命的壞事 這樣又值得嗎 歸不斷寫光 阿聖 你從天單下阿聖 你從天單下阿聖 人員來說 我想對任何一個行業 都是很有用的 今年拜祥是最好的 特地去拜祥 我希望財會好一點 其實我們做怪談 很多時候都希望能幫到觀眾 剛才上一節看到 簡師傅見到那位陳先生 因為他的心術不正 也收了一些不應該收的東西 到最後決定是不幫他 其實很多時候跟師傅聊天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幫 因為道也有道 有些真的不應該幫 他們是不會幫的 所以作為女性的你們 如果有人告訴你 他因為懂得這些 叫佛法 我不是說術 我應該叫術 對不起 我不應該用佛字來講 這樣被人騙 記得先去報警 沒錯 其實講到術和法科 用這些所謂的道術 去做一些達到自己 不應該有的利益 都是不要的行為 我也想問一下馬路士 其實剛才 片裏面的男士主 就說他練雙修 其實我知道雙修 有分男女雙修 或者是性命雙修 其實有什麼分別 男女雙修當然是透過 男女的交合 來修行的一個過程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 修行的方法 至於這個性命雙修 其實是道家修行的過程 其實這就是 將道家和佛家 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性命雙修的解釋 我們首先解釋 什麼叫命 命就是我們的肉體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軀殼 在佛家的角度來講 當然我們是重視我們的生命 我們也是不要殺生 我們是要互生 但是在佛家的角度來講 他們就說 感悟到我們的軀殼 其實是一個因緣和合來產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軀殼 不會永遠存在的 是會經過過程 成、住、懷、空 我們成立一個軀殼 就是出現了 然後它慢慢慢慢生長 但是我們會衰老的 就衰 最後我們會死亡 所以在佛法的角度來講 我們不執著這個軀殼 我們反而要收什麼呢 就是收聖 聖是什麼呢 就是聖是我們的智慧 和我們的道德 能夠將我們的智慧收到至高無上 我們的道德收到至高無上 我們會成佛法 登彼岸 不需要再用這個軀殼 這個軀殼是一個幻障 是空人 一個臭皮囊 不存在的 所以佛經都有說 色不而空、空不而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成佛 那這個軀殼會做什麼呢 但是道家的修行不相同 道家的修行是聖名雙修 除了說智慧和道德之外 他很著重這個身體 是 他說如果能夠收到你的身體 與天地同壽 與天地一樣長的時間 與宇宙一樣長的時間 與宇宙一樣長的時間的壽命 再加上你的道德、智慧 你就可以得道 是 所以你說是選道 還是選佛 各個人的看法都會不相同 嗯 我就想聽老師說 比如說 你說修行這樣 我們自己可不可以收 我們自己可不可以學會收 收一下自己 收得好好的 可以嗎 修行其實是智慧 就是不要殺人 不要放火 不要害人 不要騙人 其實這個智慧已經守戒 都是一種修行 已經可以了 是的 但是我剛才跟老師聊的時候 老師說可以收到打通任督移民 就是聽古裝器或者武俠片 才可以打通自己的任督移民 但是老師說可以的 怎麼打通它 我也想打通它 在道家的所謂聖名雙修 聖當然是智慧 是 道德 比如說看道德經 或者研究其他道家的經典 至於命修行法 其實離不開一套叫動工 或者正工 叫道工 道工 因為道工 如果正工或者加上動工 首先目標就是 第一打通督脈 督脈 是的 打通督脈之後 第二個目標就是打通任督 打通了任督移脈 叫做小周天 其實這個真的有任督移脈 就算中醫也說有 老師 你容許我無知 其實我很想知道任督移脈在哪裡 其實督脈就是在背部 上到頭頂的 是一條氣 上到頭頂 那個叫督脈 叫督脈 沒錯 那任督脈呢 任督在頭頂上下 轉一個圈 叫做任督脈 後面繞過來前面 那個叫做督脈 由前面繞到後面 那個叫做任督 就是循環 沒錯 其實打通任督移脈 是令到身體健康 不一定牽涉到雙周髮等 這些事情 只是令到你身體健康 透過靜坐 就可以打通任督移脈 道家的方法 本身是有的 靜坐 聽說 好像是打坐 沒錯 但沒有人教 我不懂 我經常都靜坐 但我怎樣打通它 通勤任督移脈 打通任督移脈之後 還有下一個步驟 就是打通叫做 基經白脈 基這個字眼就是 基素偶素的基 有些人讀了 叫做奇經白脈 其實就不是叫做奇經白脈 叫做奇經白脈 奇經白脈 就是任督移脈 再加上六脈 你也聽過六脈神劍 對嗎 六脈神劍就是六脈 再加上任督移脈 如果通了基經白脈 就另一個步驟 就算通了基經白脈 還有下一個步驟 就是希望打通中脈 但打通了 我聽剛才老師說 老師給了我看 原來他的太陽穴 會比較脹 通了之後 這個叫衝脈 衝脈 那個是有記憶力的 記憶力 而且可以打通腦部的位置 沒錯 令自己更厲害 領悟力會更強 不用吃記憶奶粉 多一點 那其實是否任何人 都可以自己學的 這件事 按照我所知 自己學會比較難 一定要是師傅去教 以提願命去教 不是自己自己領悟 除非一個人有大智慧 但如果你選擇 譬如我想跟老師學 是 那是否都可以教我 為何你選擇人去教 師傅 我們說道家 是著重聖明雙修 命是一個健康 是 我們是一個軀體 但最重要的是 性的部分 所謂性就是我們的智慧 智慧 道德 即是要聖明雙修 你的健康好 但選擇一個人去練習 教他 教不教他 他一定要有道德的水準 是 也有智慧學得到 即是靈不靈 即是有誤性 這樣才能學得到 但有沒有守些什麼 譬如有些什麼戒條 就是這些人就不行了 即是沒得學的 通常來說 你說選擇人來教 當然是在道德的情況 他是一個守道德的人 如果是一個守道德的人 才有機會可以學到 這個方法 有沒有說幾條的戒條 譬如八條、十條 其實你說道家裡面來說 自己本身是一個戒條 本身也是修佛法的 最少有五個戒條 叫殺道淫妄酒 即是能夠戒了殺 不要殺生 戒道 不要偷東西 不要搶東西 淫妒 所以我反對這個是雙修 男女雙修法 因為這個很容易墮入 這個叫淫妒 本身是淫妄 妄就是妄語 講人是非 講人壞話 咒人 酒就是互亂喝酒 喝醉紛紛的 可能醉酒開車 撞死人等等 都不是好的 這是最基本的五屆 五屆 如果能夠做多三屆 加上八屆 做多三屆 就是貪、真、痴 如果能夠加上貪、真、痴 再加上剛才說過殺道淫妄酒 這個叫八屆 這樣就可以收到至少收到的性 就是自己的道德 性的最基本 道德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是 但剛才看到 譬如說 我經常看東南亞 或者一些叫毛術的人 都會 我們也拍過 上次去也拍過 就是經常去騙一些女性 說去修煉 就是用男女雙修這件事 採陰寶陽 是嗎 是 或者女性練就是採陽寶陰 但是他們好像有了一套 什麼方式 又說什麼世代相傳多久 其實是否有這些相傳下來 是有收過的 道家的經典是有的 本身是真的有的 在道狀裡面來說也會有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收的 首先 如果男女的交合的時候 很容易代入一個淫邪 就變成一個貪念 貪欲的觀念 而且是戒條來說 淫本身的戒 就算是一個很有道德的人 他真的說 修這個男女雙修的時候 可能他自己本身很有道德 很有智慧 但是他可能修修的時候 就沉溺在淫欲裡面 變成千年道行 一朝喪 一朝喪 完成這個行為 那就是有淫念 有淫念 已經雙修不到 就是這個戒條裡面 怎麼會沒有淫念 又可以雙修到 其實有點矛盾 有點矛盾 有點踩個字 沒有淫念 你又怎麼可以 有興奮 不興奮又怎麼雙修 我告訴你 裡面我怎麼都不明白 所以我不贊成男女雙修 馬老宗我想問 其實如果我整個過程裡面 本來我是想著一個修行的想法 但是我走火入魔了 那最壞的情況會變成怎樣 走火入魔就好像正說片段一樣 可能被邪靈上身等等 其實佛教裡面說 我們修行的法門 他說有八萬四千的法門 有這麼多種法門 我們重經也可以 靜坐也可以 持誡也可以 我們透過一連串的方法去修行 不一定要男女共修 對 就是先做好自己 沒錯 其實聽起來 最近也有些案件 就說因為淫而起殺戒 因為… 他就是這樣 因為淫而掐死他 那其實我又覺得 為什麼這麼恐怖 他們是不是練這些 為什麼不是 淫好又不走火入魔 其實中國人也有說 萬惡淫為首 真是沒錯 那原來我們一般人認識 風水只是用來催急避兇 最多都是有些人做生意 甚至開賭場用來招財 想不到原來風水可以用來害人 甚至拿了這些利益 給了自己 對 其實最近大家在說風水局 老師其實 你一邊放風水 有沒有人會要求 譬如馬老師 你有沒有幫我放一個局 我就會害對方 有沒有這樣 或者破對方的局 風水來說 可以叫風水 大家鬥風水 鬥風水 鬥風水 鬥風水的時候 甚至有些風水的方法 可以拿對方的東西 拿回來給自己 也可以 但是 看看哪個風水師 如果我自己 我一定不做 哦 也會有風水師 是這樣的做的 因為 你拿了對方的東西 其實 這些東西不應該是自己的 拿回來的時候 有因有果 嗯 即使現在拿了 將來也要還 沒錯 但是我想問一下 譬如 假設 譬如 他自己 看到對方 一個這樣的風水局 是用什麼基數 去破對方 我反而想聽一下這些 因為我們就算聽了 都不會學懂 破對方的風水局 首先有一 知道對方的出生的年 日時的年生八字 最好就能夠 嗯 所以我們的年生八字 不要這麼隨便給別人 如果你是信得過他 才可以找他算命 嗯 如果信不過他的時候 隨便給那個年生八字 找人算命的時候 他可以在你的 年生八字 在你的命裡面 落手腳的 嗯 知道了對方的年生八字 我們做了一些風水的佈局 是 理論上是可以害到人的 但是這個害人的風水 千萬不要做 因為我們說 始終是因果循環 嗯 但是 譬如 最近有很多不同的風水局 大家都會說 譬如有些銀行股的位置 跌得很低 剛剛我聽馬老師說 原來跟風水的局 都有關係 譬如有些關係 譬如不小心被破了也好 是 因為一些因素破了也好 也不算是虧了局 沒錯 譬如某間銀行 前面是一個碼頭 是 前面有一條隧道 嗯 之前很多船 來來往往在碼頭 很多停泊 我亦有很多人搭船 經過隧道 人來人往 嗯 這是一個銀行前面的位置 風水來講 叫前珠鳥位 嗯 原來我們風水裡說 分開幾個方位 前面的位置 有幾個名稱 叫做珠鳥位 有珠鳥 後面的位置 是原武位 前珠鳥後原武 左邊的位置 左青龍 右邊的位置 右白虎 前面的珠鳥位 是財位進入的 一切的財器 都在前面進入的 後面的位置 是靠山位 是 前面的位置 是財位進入的時候 之前那條隧道 人來人往的 那叫來路 很多人透過那條隧道 進到銀行裡面 就好像財富不斷進來 前面有個碼頭 停泊了船 前面有個海 風水來講 是水來的 風水來講 是山館人丁 水館財 前面的財氣 有些船停泊的時候 船來船往的時候 那些財位停泊 給你用的 錢給你用的 但是 那個碼頭一移開之後 沒有人走那條隧道 已經是冷清清了 人流少了 人流少了 財氣進入就少了 而且船不停泊在那裡 船不停泊在那裡 財流不了 所以這個風水局 就破了 馬老師 但是這個銀行很重要 很多人都靠它開飯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救 當然 風水局一定有化解的方法 但是就算這個化解 不一定可以做到 之前那麼完美 如果假設 譬如當是政府也好 或者什麼人也好 在前面建一個假的碼頭 放回去 這樣又行不行 所謂假的碼頭 我們放一些船 不動的 但是假的碼頭 沒有人搭這些船 沒有人搭這些船 即是前面那個風水 叫朱雀位 沒有人來人往以前 那麼繁榮的景象 船也不會走來走去 也不會停在那裡 走來走去 遠方帶來財富 做不到這個局面 也不會回到以前昔日 那麼威風 我想作為香港人 相當擔憂 聽到很頭痛 是 但是剛才一直說風水局 其實翻查 譬如過往有陳幾何時 就是江湖傳聞 現在很重要 一說江湖傳聞 就說陳幾何時 就有一個風水師 有人請那個風水師 就想因為一件事 就想破了那兩個人的魂 而放了一些風水局 到最後 竟然有時天意難為 這兩個人的魂 他又破不了 但是竟然就是 擺放風水的風水師 就死了 為什麼 這件事真的 江湖傳聞了很多年 我也很想看到老師 就問一下 如果那個風水師 他立心 是害了對方的兩個人 害的時候 你已經是一個惡因 惡因一定會有惡果 有報應 因為報應可以快 可以遲 可能即刻現眼報 現眼報 他就立即自己不行了 但是他只是受人錢財 別人給那麼多錢 他只是擺一個風水局 我們是賺錢 我們維持家計 一定需要的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不可以害人 這樣都可以賺錢 這樣就不行 但是馬老師 如果有時我們不知道 別人在害我 是 有什麼情況 一看到 原來我們走進去 那間屋 你就看到 咦? 你有些不對勁 你好像被人擺了一些風水 你自己知道嗎 有什麼 有什麼 讓我知道 其實如果我們 作為了風水師 我們在羅羅間去讀一下 那裡有一個指針 如果指針亂跳的時候 那個風水裡面 那個窄裡面的風水 一定有問題 風水問題 可能是外圍的環境 煞氣等等 亦都可能被人捕了一個陣 來害你都可以 慢慢慢慢再一路 都細分下去 都看到 羅間看到 有沒有人捕了一個陣 害自己 他跳的時候 就代表是風水有問題 怎樣再細分下去的時候 我們再慢慢慢慢 細節去分下去 這個磁場會影響得很厲害 沒錯 老師 我幫觀眾問 如果突然間 譬如一個人 是很開的 很好的 很順境的 突然間一落千藥 噴一聲很快就會掉下去 那是不是被人 都是破了他的命 或者是破了他的原有的好運 可以這樣看到嗎 在命裡面來說 有些命是會這樣的 就是不關被人破了風水局事 在紫微斗上命盤來說 有一個叫火貪格 或者叫靈貪格 就是命裡面 有兩個星 有火星和貪狼星 或者叫靈星和貪狼星 這些是步起步跌的 可能突然間 是很厲害 自負發達 但是倒下去 可能三宵兩日 都倒下去都可以 因為過往也看到有些人 比如說 看到很厲害 就是出名的富豪 噴一聲就 去到極好 去到極差 這個可能他命格有問題 但也可能他的風水影響 他也不一定 馬老師 這個禮拜多謝你教我們的 這個叫雙修 也不贊成 大家練男女雙修 還有 我已經說了 作為女性 如果有人告訴你 這樣可以修煉 一定是壓力的 好 所以大家自己 這個禮拜的節目 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 說了就會有狐仙 這個叫做象神 還有 突然間在後面出現那隻肥鬼 是 看看有沒有 好啦